各位爹 大家早安 我剛坐在外面才把最後一口早餐吃完了 所以他說讓我準備 其實準備塗了口紅 這樣比較嚇人 那我在成大服務已經十九年了 明年 今年暑假過後就堂堂邁入二十年 不知道你們在同一個單位 待過二十年以上的警局上 那就是我的前輩 因為我最愛說 看不出老師快六十歲 我都快六十歲 很可怕 你們見到六十歲會有害怕 我都說我心態年齡三十 背影遠遠的看有可能十八 讓大家看 背影遠遠有可能 主要是因為很喜歡教學 enjoy一顆年輕的心 跟enjoy teaching 所以來跟TA講 我一直一直認為是 我很開心的事 而且我很假親就熟的事 如果這個場地太大人太多看不清楚 歡迎下禮拜二跟禮拜四 一定要看爸媽酒很大 禮拜二在談的是 我的孩子一直考公務人員 九考不上 考了三次 五次 七年 十年的 還考不上 我是不是應該叫他換一條跑道 當父母親的 我想在座一定有人也很想考公務人員 下禮拜二看一看吧 禮拜四晚上呢 是你們已經在有計劃的想離開家 經濟上一旦獨立我就可以離開家 我過我自己想過的生活 有沒有這樣想 心態一定有 所以做TA也是個不錯的管道 慢慢存錢 存到經濟獨立的就可以離開家 我總愛把自己家人拿來當例子 一個七十四年次的女孩 我的大女兒 可惜來不及掛她的徽章 不然這邊就別一個她的徽章 她送我的 她最近剛剛被Microsoft 知道這家公司的舉手 開玩笑很大 不知道了回去面壁十股 或是等一下完了留下來做個別之中與輔導 我好好跟你講Microsoft的是什麼 他們有好幾百人去應徵取七個 我孩子是七分之一 正好是七個中的一個 她讀書讀得很難 讀大學時代 不要說大學 從國小、國中、高中 一直都需要TA的幫忙 也是T開頭 以前我們都請Tutor 等她在美國大學讀生物系的時候 就一直找TA 我不曉TA 媽媽視為眼中病 她的成績一直都不好 現在事實證明成績好不好 跟未來要工作就業其實相關性 真的沒那麼高 也許好學校、好名聲、國立大學 會幫助你在畢業後的前三個月 你找工作的那段時間 人家看到 也許你這個學校 reputation 名聲不錯 也許你是什麼國立大學 雖然你是私立大學 可是你們的科技很強 她說這個可以幫助你剛開始 研究都顯示 只要真的跨進了門檻 大家都進來了 那就不再分你是名校、你是國立的 我是什麼多厲害的 一進來其實大家都在看EQ了 好 所以這個是研究報告這麼說的 她通常會有試用期 所以我們家這個大小姐說 媽媽也不要高興的太早 大公司都有試用期 她們要試用我10週 10週 所以從前幾天的禮拜一 三月四號她開始進去那家公司 她也正在適應 她說她發現兩件事 第一件 她終於可以每天早上睡到六點半起床 然後八點鐘到公司 因為她幾年來都是要在星巴克賣咖啡 三點半要起床 AM不是PM 她說媽媽我怎麼覺得睡到六點半好好喔 這是第一件她很興奮的事 因為那個實習就像正式工作 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 還有媽媽第二件事 我從來沒有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看到這麼多巨男美女 我說因為公司太大 她說漂亮的人都進來了 哇 不曉得她是在enjoy她的視覺還是怎樣 她說每天跟這些帥哥美女在一起好開心喔 那個叫co-worker 人家都說適應理論像一個U字型 像一個碗狀 碗我們吃的碗 剛開始都很興奮 可是真的要去適應那個會掉到谷底 也許發覺跟自己原來的習性 或是自己一個工作態度或是一個信念不見得吻合 我們成大就有交管系畢業的男生 能夠應徵進入到什麼 台灣年輕人最想進的十大民間企業 我就不講哪間了 全家都給她恭賀 太棒你居然進得去 那個也是數千人路一百人 所以他們的那個董事長在那個開訓 因為他們也有試用級 喔 歡迎各界精英 喔 你們都是年輕友 我又講了一句話 接下來這三個月看你們的表現 他說可能有一半的人可以留下來 有一半的人得走 類似這樣 所以你還是有壓力 我們的學生就在裡面 他說我一定好好表現 我交管這個又是跟那個什麼 不管是航運、海運 這樣講得有點明顯 他就在裡面工作 他才發現那個文化不是他喜歡的 因為如果肚子餓了 他想拿個餅乾出來 Sorry 他們那個文化是說 你不得在自己的座位上吃餅乾 請你到什麼什麼休息室嗎? 茶水間 你的桌上不可以擺水杯 你要喝水也去茶水間 他看不到一點餅乾屑屑 他怕你不小心水杯倒了 整個半工作弄亂了 而且說你現在代表我們公司 所以麻煩你穿的皮鞋要真皮 有沒有 而且要鏤空 換你們在一起什麼意思 鏤空 他不是光素面的 不知道要怎麼樣 然後說領帶沒有三千塊 不要掛出去 太遜了 所以我們這個同學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 都還沒有領到薪水 就先跟他的女朋友 預支了好幾萬 因為他要去天購行頭 行頭 Father Ever 後來真的那個文化讓他覺得 他們比較走日本路線 非常的嚴謹 也許不太適合他 離開的也好 他目前是高鐵列車長的上司的上司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職務叫什麼 所以萬一被他知道我在坐高鐵 我生平第一次坐第六節車廂都是他幫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那個票要換 我想說臨時換到人家不會幫 我已經換兩次 可是那個時間我不能控制 我去找他 他問我把怎麼還 老師好那你忙完之後 你到高鐵來 你找我 我帶你去坐 這就是有關係用關係 沒關係找關係 一旦有關係 everything is 沒關係 一旦沒有關係 什麼事都有關係 他就把我帶 我一進的車廂 因為我沒有坐過 奇怪 為什麼我平常看的是藍色 這次看的是紫紅色 你們聽得懂嗎 有沒有人坐過 平常五個位置 為什麼像四個位置 我滿腦子疑惑 我都沒有察覺 我都不知道我是在第六節車廂 聽得懂的舉手 高鐵的第六節車廂 你看那個聽得懂的看一下 搞不好他坐過 那經濟條件不錯嘛 那個叫商務 我根本不知道 而且我一進去 我以為那個推車的就推車的 他把推車的叫過來說 這是我老師 好好招待 老師 你這個可以拿耳機來 就當作你自己在坐飛機 你有聽過嗎 坐高鐵變成坐飛機 我連車子離開站了 跟他say goodbye 我都還沒有察覺 是那個服務的人之熱誠 那我察覺我大概是VIP 老師你要是什麼 咖啡還是啥 不然兩個都給你 老師我這裡好多點心 不然怎樣都拿一包 你等下的時候 我說我再幫你打包 聽不聽我 我終於知道我做的事了 這大概是我們在教育界裡面 最開心的工作 看到自己的學生 不是說這樣三代我們 而是他有成就 所以我來跟各位分享 你們現在正在打基礎 TA是個很好的起始點 你學著 不管是不是你的專業如何展現 或是你跟別人如何互動 心中永遠懷著一份感恩的心 用關公念恩的精神來看待萬事萬物 聽得懂關公念恩的請舉手 關公念恩 因為老師講了好多次 常聽我也講的忠實觀眾 就會選第一盤第一個 你今天大概聽老師不只第十場 不只 是 所以下一次我講前半段 你講後半段 真的 對啊 都已經這麼很忠實了 好 所以老師一直希望大家抱實的關公念恩 How lucky you are 不管你現在是不是學士的身份 你還在大學讀書 大三大四的警局手 應該有 這麼年輕就可以當TA 請幫我講 因為我的小女兒八十年次大四 現在在做TA 她的姐姐成績很差 所以都需要TA幫忙 老天爺很公平 就讓妹妹身份搖身一遍 在美國大學做TA 這個老天爺是公平的 她給我一個來討債的大女兒 六年後就讓我生到一個來報恩的小女兒 看各位聽得懂嗎 老天爺還是很公平的 我們小朋友現在那個小的就一直在幫助人家 尤其他還有一份那個任務是 晚上某個晚上要值班 我想那個大概是TA加RA 可是R不是代表research R代表resident 她還要坐在宿舍裡面 每個禮拜要輪一個晚上 十一點PM 就要去坐在那邊 一直工作到早上 六點還七點 因為怕晚歸的人 怕沒有帶這個鑰匙人 怕刷卡 什麼不靈光的人 免得他們要爬牆 或怎麼樣會出意外 甚至於有孩子 那種大學生 喝醉酒的 醉醺醺醺醺 醺醺醺醺 醺醺醺的 她都還要把她弄到宿舍去 然後怎麼樣很好安頓 她現在也在做這個工作 嗯 那一顆住人的心 嗯 簡直就是她媽媽的翻版 那是看誰生的 這個很特別 我看到她在美國念高中 Monday to Friday 很認真念書 禮拜六就去老人院 幫老人家念書報 她參加服務性社團 我覺得這孩子很特別 人家六日都忙著瘋啊玩啊 跑社團參加party 到哈不去 Whatever 她禮拜六整天 在老人院裡面 安養院裡面 給人家念書報 我說你的英文好不好 可以念書報 媽媽其實也不用太好 反正我們第一段還沒念完 老人家就睡著了 蛤?什麼意思? 老人家就是像媽媽說的 坐著坐下去 要睡睡不去 快說過去 隨說過去 我都還沒念完 他們說你們怎麼辦 你們這些服務團的 這個團員 同學怎麼辦 她睡我們就睡啊 他們醒過來 我們要繼續念嘛 媽媽那個畫面你看了會笑死了 那老人家坐輪椅 旁邊有個凳子 我每個人就這樣靠在那邊睡 我們這樣坐著 靠在那個輪椅上面睡 她醒過我們就趕快繼續念 禮拜天呢 就去幫窮人家 沒有家的homeless的人 蓋房子 因為她念建築系 也不知道哪個是因 哪個是果 因為她從高中 就在做這個工作 去蓋房子 叮叮啊 聽著老師講 這邊叮啊 幫忙做個抽屁啊 這個門這邊怎麼訂啊 都是聽命於人 六日這樣子的 為別人服務 不計酬勞 零下兩度C 外面結冰 她還走路 走到教堂 老師帶他們去 低收入戶 沒有家的街民啊什麼 要幫忙蓋什麼房子 所以我覺得這孩子 我說你做了這個 老人院的 跟這個蓋房子的 有什麼心得 嗯這個蓋房子 讓我很確定 我是要讀建築系的 啊至於在讀書報給老人這樣 媽媽 我這樣走遍了好多老人 我已經幫你跟爸爸找到 已經還蠻不錯的 我說那不必了 謝謝 所以這次看到孩子 跟你們的年紀差不多 他在做這種 有TA 因為他很會教 他大肆的建築系學生 他在教那個剛剛進來的 而且他把那些大一進來的 明明是他的學弟前輩 他都本來叫做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真的一點概念都沒有 媽媽我要很有耐心 不厭其反 講了又講 我要舉很多例 Bingo 我說你做的工作是正確的 這就是TA的 這是自己家的孩子 拿出來跟各位做分享 所以如果我的老大 十個禮拜以後 被Microsoft的FIRE 因為可能不合他們的文化 我女兒也說媽媽 我不見得會喜歡 所以要看看調試期 我說那如果十週後 你能夠繼續做 媽媽太棒了 所有的福利從天上掉下來 而且一個月十一萬五 你們羨慕羨慕 如果是美金 我這輩子就不用幹了 我明天就退休了 我已經把他的錢 他一年的年薪是四萬五到五萬美金 我已經幫他除過了 哇賽 十一萬五 媽媽你不用高興來探掃 美國的稅課的好重 對 尤其是單身沒有結婚的 至少課百分之三十三 就算他領的是十二萬 他真正拿到的也八萬 何況他沒有領到 所以大概七萬七萬出頭 因為他們的稅課得很重 我說那還是很恭喜你啊 現在年輕人不都是 錢從事都離家遠 不是 錢從事都離家近 你們都聽不懂老實講話 講這麼快 很多人就先把錢拿來 當作衡量標準的 而且那個公司 離我們家又不遠 如果能夠繼續做下去 他會考慮把他現在身兼打工的 兩份到三份工作全部吃掉 媽媽為了確保 所以他在做萬全的準備 不是一個很冒險心的人 我下班五點 吃了晚餐 我六點要去我原來工作的醫院 繼續做驗血的工作 因為他獨生物器 驗血 可是我本來是要做八小時 我跟他說我是不是Part time就好 我做四小時 所以這樣就是一頓半的工作 我從六點做到十點 然後我就可以回家梳洗 然後早上又可以睡到六點半 好幸福喔 我們都不覺得我們很幸福 不用凌晨三點半起床 而且媽媽我另外一頓工作 也還要保持 醫院六日不工作 這個Microsoft也是有週末放假 媽媽我六日要繼續賣我的咖啡 星巴克資深員工就是他 他已經賣了快十年的咖啡 看著老闆店長一個一個換 他自己始終是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媽媽我喜歡跟人接觸 賣咖啡是我的最愛 我說哇小姐那你這樣工作好辛苦 對我一個禮拜至少工作七十到八十小時 非常的佩服 有種工作心態 其實這是某種程度的生涯規劃 萬一那邊不成我這邊都保持住 所以我要隨時回去都還可以 還不錯 看起來學藝中留著誰的因子DNA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是我們自己家孩子的精華 而我在成大教書也因為正門課 教得很有心得 成大的學生從大一到大四都很想修我們正門課 生涯規劃卻常常不能如願 因為他都給高年級 所以我聽說過高年級的學分 所謂高年級就是大三或大四 學分都夠了可是故意去選這個生涯規劃 然後對他心儀的小學妹說 學妹你沒有修到嗎? 我已經不需要這個學分數了 我是特別為你佔位置的 我可以馬上退選 你馬上進去因為那個電腦要怎麼操作 他們都這樣來的 你說這樣子你要跟我約幾十位 我有聽說過這樣的例子 所以這門課應該是very practical很實用 所以我昨天傍晚要下班前 特別找另外的學生因為昨天禮拜四 我一個禮拜最慘的就是禮拜四 因為自己課很多 早上八點十分就要教班級經營 那不是跟TA也相關嗎? 如果你是幫老師去上課的 一路教諮商教團體輔導 教到實習課 因為那些孩子將來出去想要當輔導老師 所以我昨天其實很麻 可是我在下班前 硬是要我的另外一個研究生助理來幫我 因為我有請兩個助理 可是禮拜四我的辦公室唱空成績 所以歡迎各位如果要發揮volunteer的精神 有誰願意禮拜四到我辦公室來指派嗎? 免費的free 不過可以跟所謂的名人相處一天也不錯 禮拜四我上午下午 我的辦公室鬧空成績 有時候像這個今天要的那個獎缸 我自己電腦技巧太差了 因為助理都會做 可是偏偏昨天每個禮拜四都沒有 有個助理一定要回他家 他每個禮拜四固定有工作 禮拜三下午就沒在我房 另外一個助理是一個學生 他的課禮拜四自己也排得很慢 所以我禮拜四房 所以我昨天特別另外去找我另外一個研究生 人家義務性的來幫我 我說你幫我做 老師明天一大早就有這個題目 稍微做修改 可是上這個課我上的超有心得 所以待會時間快到之前 我要shout up my big banana mouse at 10 o'clock 我十點鐘的時候或十點前 我就希望我可以避上我的香蕉大嘴 看看同學們有什麼問題 你怎麼問我怎麼回答我非常樂意 我喜歡現場互動 因為我不知道我準備的東西 是不是你們的需要 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需求評估 這是我每次上課前為修課的孩子 第一件做的工作 你們希望從這個課得到什麼 你們對這門課有什麼建議 你為什麼會想來上這門課 你如果有些什麼看法 會讓我們這門課上的更好 你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我想先了解他們的需求 所以需求評估是很重要 英文叫做need assessment 所以也許可以提供給你做參考 我因為上的考 我把其中的一些東西改的 跟TA比較接近的 因為TA簡單的說就是teaching assistant 我剛說過的RA有research assistant 也有像我女兒這樣叫resident hall assistant 其實我們成大的各個宿舍 各個大學的宿舍裡面 現在都是類似外聘的 請人家來當宿舍管理員 其實那個工作可以考慮給研究生 在美國那個工作給研究生 學資商輔導最容易應徵到那個工作 第一個學費減免三分之二 第二個供你一肩房間住 可是你沒有課的時間就要在那邊值班 也是看值多久 那個也叫RA resident hall assistant 好,我要自己操作嘛 這邊,ok 我看一看 這個是生涯抉擇的迷思 各位TA千萬不要認為 世界上只有一種職業適合我 現在這個社會單一這樣突然落伍了 out of fashion,out of date 你應該覺得我是像很有彈性的 也許此處不留言自有留言處 還有一句成語告訴我們 君子不器 君子的功用不是像器皿一樣 碗只能來盛飯盛湯 筷子只能拿來夾東西 其實美國可以把筷子當叉子用的 那個你們大概也做過 所以君子不器的話就會知道 事實上不是只有一種工作適合我 隨時有那個叫做備胎 好,備胎 萬一你確定這個工作不是你要的 你還有一個這個backup 好,第二個 直到我找到完美的職業 否則我不會滿意的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職業 只有相對論沒有絕對論 好,我只是列舉一下 好,我不要一個一個講 像第十題跟第一題就有點像 因為不是一種職業 所以你轉業怎麼會失敗呢? 你沒有事怎麼知道呢? 這裡面最容易錯的是第八題 我們成長的孩子最可愛 這個題目剛出來的時候沒有那個的 後面那個的不見了,你知道嗎? 而且那個時候沒有one time 我們孩子看到第八題 蛤?老師什麼叫性行動? 另外一個學生說 為什麼一種一次,一次只能一個? 不知道他們想到哪裡去了 生涯職業的選擇是一種一次性one time的行動 錯,這裡面實體統統錯 因為它是迷思 所以如果你有心覺得哪一題奇怪 我覺得這題應該是對老師為什麼會這樣? 認為是它叫迷思 所以它的觀念都是似是而非 回去查那個英文字就知道了 myth myth 短音的myth th的是那個音字文國字裡面沒有的 你去查字典上會寫 第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 第二個神話 這些都講神話 他們說世界上沒有神話 你們太年輕喔 不會唱我們的歌喔 因為下一句很慘 他說那歌說 他們說感情都是虛假 那不就是什麼意思 那我怎麼會這樣問你女家庭 什麼都是虛假 三天前被鄭弘怡請去上節目 錄完影就趕快講 不錯,我這次去錄影我覺得最開心 回台南的途中特別在新竹站下來看燈會 走了我五個鐘頭兩隻腳都不是我的 到現在都還很痛 我去錄他的那個節目就叫做 由家報看男女地雷區 你如果招惹的誰 所謂的報復型情人危險情人 那個幫哪一天才播 高點的 所以我也還不曉得 大家等著看好了 OK 所以這個我只是這樣列舉 請看下一頁 生涯抉擇迷思裡面有這麼多 尤其是第十九題完全是我自己想出來 是我在美國住房的基面 我住在美國Iowa州 我隔壁的Fred不是老王 有個胖胖那個男生美國人 他的草皮好漂亮 綠油油綠 讓人家很想躺在上面 那我們都是那種很矮的地方 有一天我就趴在地方上面問他 Hey Fred How come You ar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 Green green grass 那些草皮呢 你看我們的 我家草皮很像賴栗子頭 這邊掃一塊掃 那邊掃一塊掃 那邊掃一塊掃 都長不高 黃黃的快要死了 我就問他說 你是用哪一種牌子的肥料 你告訴我 You tell me 我要把我的草皮弄得跟你一樣 他馬上跟我說 你講這句話的心態是不正確的 是偏頗的 我就算跟你講哪一種 Vertitizer肥料 你去買的 也不見得會跟我一樣 我說壞 那你用哪一種 好不對 你要從選草的種子開始 你們家這棵大樹下的草 你應該去買那個 Undershadow的 那個叫做 C的 Grace seed 你要買 你不能買一般型的 而且你要去找到一些稻草 他剛開始要鋪在上面 哇好辛苦才知道 連這個都不是一個因素 可以讓你成功的 這句話如果你認為說 我只要買到好的肥料 好 我就會長得 草皮長得這麼好 你心態偏頗 因為人的成功 不是只有一個因素 反正單一的都 因為這個Vertitizer告訴我 你知道我多早起來 就趴在草皮上 我說幹嘛 Yun Joey 啊你那麼早起來 天上也是星星的 他說我在抓蟲 裡面有害蟲 你要把草的蟲 原來草也有蟲 我哪知道 我知道菜有蟲 我不知道草也有蟲 你要把蟲抓掉才能夠施肥 否則那些肥料 搞不好把那些蟲養的更肥 然後你知道我怎麼做 怎麼照顧我 怎麼季節 我要放什麼東西的 我才知道是很多因素配合而成 這裡面有一題 你看 我看看 第十三題 我的個人價值由我所從事的職業來決定 我覺得這句話是大錯 一個人的價值不是光從他所從事的職業 今天就算我饒夢想不再成大教授 我還是覺得我很有價值 因為我年輕像你們這個時候 除了正職我在國中當老師之外 我其實很喜歡去救我團隊 那個義務張老師那邊職辦 只要一空前我就去 有沒有 很多青少年朋友就打電話進來 他們寫信來我們就回信 而且我還被訓練到中國廣播公司 去開張老師信箱 難怪現在自正強遠 也是有原因的 我覺得很好 那個不見得是永遠 我就算不是大學教授 我只是一個協助人家 我都覺得很有成就 我的女兒也不過是一個 服務新社團裡面的成員 她也覺得好開心 每個六日都去 所以不要這樣認定 有這個決定 比方說第十六點 很多人都認為是權 可是他還是差 為什麼 如果想要真有成就 得把弱點找出來 努力改正他 這句話放在別的場合都對 可是放在生涯規劃裡面 應該是這麼說 如果你想要真有成就 你得趕快把你的優點找出來 並且努力發揚光大之 逗號 再把我的弱點慢慢改進 要改進弱點彈何容易 但是我們國人太謙虛 這個叫做太驚嗎 明明有八九分 就說的自己有兩三分 所以我們就在說還不錯還不錯 你不知道這三個字裡面 還是有個錯字嗎 你就說可以還算好 滿好的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很好 這個態度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只是列舉而已 你們有興趣的一題一題做 這個一堂課都討論不完了 很有趣 請看下一頁 這個是最重要的生涯規劃的基礎圖 如果在座有碩士班 博士班的 碩士生的警局手 你現在是碩士的 應該是主體 請放下 要寫論文 論文一定要有個理論架構 生涯規劃的理論架構 就是這一張他算三分之一 接下來還有三分之一 還有三分之一 這就是他的frame of reference 或是theoretical foundation 這就是生涯規劃的架構 因為他第一個三分之一 在回答why 第二個三分之一 在回答what 第三個三分之一 在回答how 等於整個架構都有了 所以這個圖形叫做士林夜市 有誰知道有一道很好吃的菜 叫大餅包小餅 聽過的舉手 不是什麼大腸包小腸 你們有吃過大餅包小餅 有人知道嗎?請舉手 我看看有沒有跟我同一個時代 你們都不知道 老師這把年紀的 去到士林夜市 只想去找有沒有大餅包小餅 外面的那個餅 是很脆很脆 裡面是軟軟的 還是倒過來我忘記 反正我看到那個 我就很心動 這個像不像那個餅 尤其第一個裡面 四項大餅包小餅 他回答的話來說 為什麼要做生涯規劃 目的何在 只有十二個字 可是小問很大 第一個 你有沒有辦法突破障礙 透過當TA 把你的內在障礙 一一克服 你因為當了TA 你有沒有辦法 讓自己的恐懼感少一點 因為你比別人多個經驗 你的內在障礙 還有缺少自覺 因為我從來不知道 我能當什麼 可是我至少現在在當TA 某種程度來講 我知道如何 教別人跟別人互動 第三個障礙 我的態度很消極 因為我的同學 每天就睡到晚晚晚 也不見得要去上課 我因為當TA有一份責任 我至少比較積極 我不要那麼消極 什麼隧道自然型的 第四點 我們缺法自信 至少我是TA 我有一項專長 他一一克服 這個叫做內在障礙 障礙等待你克服 How to overcome your internal barriers 可是外在呢 內在障礙被外在這個環境包圍 外在障礙你要克服 談何容易 比方說我們台灣現在政局不安 藍綠經常對決 比方說經濟衰退 失業率節節貪生 比方說刻板印象裡面 就說這工作就是適合男生 就是適合怎麼樣的 你看這六點 市場趨勢不明社會溫亂 有些工作還特別要求體能 這些其實是像外在障礙 你沒有辦法克服 你只能How to cope with Your coping skill Your coping strategy 你的因應技巧 內在可以克服外在要因應 第一個如果是政局不安 那至少有沒有 我們還沒有亂到說要打起來 要向人家內亂有沒有 那些不管是因為經濟帶來 像希臘、西班牙還有中東那些國家 你至少調適心態說 我沒有辦法讓政局安定下來 可是我至少還知道 如何在這樣的狀態下還可以求生存 比方說第二個經濟衰退 所以我自己調適 經濟都衰退成這樣 那我就先求有再求好 什麼工作我都願意做 昨天晚上最開心的一件事 就看到我們成大法律系畢業的一個女孩子 畢業到現在已經考了六年的律師執照考試 都沒考上 我前幾天還聽到一個好有成就的校長 女校長說她的先生當年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人 就是考慮都很差 連續考了幾年都是差零點幾零點幾 她老公後來就看開了 我就不走法律我去做生意 昨天我的學生考六年沒上 都已經考到自信心都沒了 她昨天晚上跟我傳個簡訊 老師你不知道我在台北找到工作 她只這樣講 我心裡有個疑惑 難道你不考律師執照嗎 不去考那個什麼司大官嗎 好就算是特助什麼 所以我就問她 Oh really? 我說Is there anything to do with law? 有沒有跟那個法律相關 她只回答我兩個字母 Yeah YA然後就停了 我們就say good night 至少我覺得她有個重心 否則一直準備考試真的很慶 考到都覺得自己怎麼這麼差勁 女考不上 甚至於我們都知道 當年還有那個高學歷夫婦 也是高失業率一直找不到工作 男的也是那種什麼台大法律什麼的 女的也是很優秀的 後來這對夫婦鬧新聞 經常跟資源回收 跟所謂的家暴 還跟所謂的離婚都掛勾的 這個有時候死也密也孕也 所以不是你努力就可以做成任何事 有時候還要看外在的條件 所以層級嘛 層級叫做愛愛內寒光 我潛龍在灘嘛 我現在潛龍被困在灘上 我就做一些自我精進 把我的功夫再培養得更好一點 所以這個叫做突破障礙 突破障礙完看到六下降 我們多麼希望你在六點當中 隨便選個兩三點來專攻 您就能夠開發潛能 去上外面潛能開發的課 少則三四萬多則七八萬多元 我都聽過 我們這是潛能開發班 交錢過來那種訓練機構錢都好貴 我不知道到最後真的 有沒有什麼開發出潛能 可是我們自己可以看 原來它的理論基礎就是這六點 你隨便挑兩三點來做 第一個 你有沒有辦法透過TA的工作 自我知覺到 英文叫做self-awareness can you affair can you be aware of what kind of job you like you are interested you are capable of doing it 這就是自我覺察 第二個建立自信很重要 任何工作都需要 第三個增強勇氣 那一份跨出第一步 那份別人不敢為我敢為的 那種勇氣我要多嘗試 隨便選幾個 你們積極進取 你們在培養實力 你的溝通技巧好不好 溝通技巧叫做轉換性的技能 英文叫做transferable skill 任何工作都需要溝通當基礎 所以只要技巧好 其實你轉換的工作 絕對不是一種實驗適合你 我的小姐學生物系 她找到醫院裡面的實驗室 一直做驗血的工作 我們就覺得已經是happy ending 可是她後來告訴我 那個工作比不上她賣咖啡 因為她發現她自己是一個people person 她是一個喜歡跟人相處 因為她說每次到醫院進到實驗室 拿了病人的那個抽出來 血的一管一管的血液 就在那邊做要驗 要用機器操作 驗完就要寫 寫這些血液裡面看到什麼 媽媽我每天都這樣好無聊 媽媽我跟妳一樣 半天沒說話就是 可是她是學生物 越到醫院越到實驗室 那個好像跟她的專業很配合 可是她告訴我 她寧願那份工作不要做 她都要keep住賣咖啡 沒想到她這次到Microsoft去應徵什麼 你們想都想不到 因為Microsoft跟那種高科技 她念生物系 她居然去應徵PR公關 那不是太彎的國了嗎 這叫如魚得水龍回大海 如至天堂 我就跟她講妳好好表現 這工作應該蠻適合妳 她居然說了一件事 媽媽Microsoft對我的要求 我們七個進去每個人都被公司不同的要求 她對我的要求是我要定期幫他們出刊物 我要用科學的比較scientific writing 去幫他們編刊物 我說公關還要負責編刊物 她說因為刊物也是一種媒介做公關介紹 所以我每個月都要寫 我說完了 這好像是我們的知名商 我們英文可以講得很好 聽也還可以 可是真的要寫 那不是我們的native language 不過還好她自己從小有一點點基礎 後來也在那邊去念大學 然後又有工作 我說那妳就試試看嘛 反正是個challenge 不過人家光聽到PR就太適合妳了 這個文家小姐的溝通技巧沒有話說 那個一匹馬都已經躺在那邊種蛋死掉了 他怕跟他怎麼溝通 那個馬後來就站起來了 明明那個馬看起來就像是黑的 一匹黑色的馬 他就是跟你講 妳不覺得他是白色的嗎 妳看妳看妳看 後來妳也覺得那匹馬好像是白色的 我不曉得這樣算不算溝通很厲害 很會說服人家 我講話都輸他欸開玩笑 我講話這麼快他比我還快 尤其他講起英文來是我一直說 妳們可不可以slow down par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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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not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那英文流利到沒話說 他的溝通技巧真的很好 用好多slam俚語我都不懂 所以去到美國 我很多時候是真的才shout up 買一個banana帽子 因為他在這場後我們都不用講話 他那個溝通技巧很好 好這個只是三分之一 上面的12個字記住 你的TA生養規劃要做好 好你要知道說我要想辦法去突破障礙 突破分兩種一個叫客服一個叫因應 你要想辦法把自己的潛能開發出來透過TA 你才能夠達到最棒的右上角自我實現 符合了心理學家馬斯洛所說的 知道這號人物的舉手馬斯洛至少應該要有一半喔 還不到一半回去可以翻翻任何一本心理學 對需求理論階梯式的需求理論 Hierarchy Need Theory 他特別說了說這個是最高人類最高的需求 就像老師做到這份工作超開心超快樂 因為我可以造福很多人 電視上一講全台灣兩千三百萬 那個收視率只要有百分之二百分之幾 他們都說我上了那一集收視率都偏高了 那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結果 我一直告訴大家下禮拜二一定要看喔 我是負責提升收視率的 晚上九點十三台離四端的不見不散喔 禮拜二看完繼續看禮拜四喔 一三你看不看就沒關係 反正我是出來二跟四怎樣 所以可以啊這種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就是以己為榮 You are so proud of yourself 就像我家的小姐最近剛剛給我記得一張生日卡 我的生日在二月人家猜我的星座 十二個猜完十個都猜不到我是什麼星座 我是那個很特別的水瓶座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我們家小姐從來沒有準時寄卡片到 經常遲到還遲到一個禮拜十天以上都有 我都已經跟她約翁電話講說前天媽媽生日 爸爸帶我去說啊對喔你生日我現在趕快去買張卡片 你有聽過嗎再從美國機關那不是十天了 欸這一次呢今年她最特別 不曉得是不是長大成熟了 居然在一月二十六號就把卡片準備好 沒有她簽名前一月二十六 就在我包包裡我每天帶著 也有空就拿出來看覺得好安慰喔 孩子真的長大以前給你這麼多的難處 給你這麼多的考驗你們衝突這麼大 我那孩子選了卡片就很棒 裡面呢一翻開全部都是中文 她從來沒有用全部都是中文的卡片寫過我過 她會寫全部都是英文然後只差一句中文 叫做讀你千遍也不厭倦 啊這次全部都是中文哇寫了一堆 我就想說其實她去美國快十年怎麼中文字 我後來知道原因為什麼今年怎麼 因為她有個死黨談了五年的戀愛結果分手 因為那位死黨的男朋友跟她談五年 那個還是帶球隊的教練 大家都很看好他們是狼才女貌 可是那個教練還是一樣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 還需要解釋嗎 已經不只一次兩次被她女朋友抓包 女朋友痛下決心就說我不能再跟她下去 如果跟她下去的話這個以後還是會發生 我們的婚姻一定泡湯 所以那個女生毅然決然斬斷情思工作放掉 做一個很不錯的職務 因為她年紀都差不多二十七八歲 她放掉她飛到美國去在我們家療傷 聊了三個月十一月十二月吧就到了農曆年才回來 好我再猜一定是這個原因 然後我女兒就問她這個字怎麼寫 可是我想我要去責備她的同學 因為她有個字很明顯的錯誤沒有幫我女兒抓出來 我女兒寫了一大堆中文 哇講了這個嗎 媽媽我知道我跟你很多意見不合 我們母女常有衝突 可是妳仍然是我最愛的媽咪 我超敬佩妳的 她寫配合的配 那是很明顯的錯誤吧 全部都寫中文 最後一句 You will always be my super mom star 我不曉得什麼意思 超級巨星嗎媽媽嗎 超級媽媽巨星嗎 有那個星光大盜要去上一下嗎 而且重點是大卡片就算了 還有一張小卡 小卡後面輕輕的黏著兩張一百塊美金的星鈔 那個才是全張卡片的重點 我只看到那兩百塊美金星鈔就在我包包裡 因為我捨不得拿去用 也不想去 我想把它框起來 現在去找個像框框起來 然後寫說第一次孩子會這個送錢 Mommy go use this money to go buy anything pink 三星pink 你看這我很喜歡粉紅色的東西 很可愛 哇看的就超安慰了 我想這個孩子真的越來越成熟了 我們的步動只有越來越好 以前我多抱怨她花我這麼多錢 請三個家教 數學一科 家教老師收我一萬八 考出來說六分 物理一科收我一萬塊 考出來說零分 真心患覺醒 一百塊膽的都沒什麼 化學我也付人家一萬塊啊 一萬塊一萬塊一萬八 三科耶 化學考得不錯最好啦 三科裡面那個最高分十六分 所以三科分別十六六 and a 0 為了這二十二分要花三萬八 我有一千多抱怨 而且一直花一直花 這三個六年級生來我們家當tutor 也算是另外一種貼 把我的孩子教成這樣 三個裡面沒有一個時候要辭職了 你們怎麼現在年輕人的臉皮都那麼厚 然後孩子教他年溫、兩溫、最高、十六分 沒有一個公費辭職了 我以前跟他從國好多 他做什麼都不順眼 年紀輕輕小小國中生 五個耳洞、七個耳洞 國中一畢業打肚環 他說我不讓他打肚環 他打肚環 他說他想去打鼻環 我說你七十四年吃了孩子素牛耶 你再打鼻環就更像牛 我可以用那個穿過去要牽著你去吃草了 媽媽其實我當時是很想打肚環 不是打蛇環的 我們同學說既然要在身上做這些號打個環 勁强一點 我同學是要我去打蛇環的 Oh my god 還要學什麼 那個叫繪詞嗎 Oh my god 有沒有 我說你打蛇環 那你吃東西怎麼辦 藏污納夠耶 那個牙刷都不見得刷得到蛇環嗎 而且你將來會談戀愛 你哪被他男朋友拉街一起 你知道嗎 是蛇環要先剪下來嗎 你怎麼會想到打蛇環 嘴媽咪 你覺得我打肚環怎麼樣 媽媽覺得打肚環蠻好的 你看他就有這種說服力 我多膽都媽媽覺得打肚環蠻好的 這個打環都已經是過去式 現在最夯是刺青 我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在這邊刺了一根羽毛 我都不知道他每次內褲一穿 我從來不知道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那個羽毛 他不肯告訴我是什麼時候開始打 反正我沒看到 可是我五年前的暑假 去美國看他的時候 他因為穿比基尼 他在我們家綠蓉蓉的草地上 曬太陽穿比基尼 戴個毛巾 他從樓上走下來 我去看他背後 一大塊刺青 黑的跟什麼紅的 我說你是在怎樣 什麼紅色黑白白的 你這麼大皮 你是在刺什麼 我就開始兇他 我說那不是很痛嗎 還有重點 那不是很麻煩嗎 對啊我最在意錢的 你怎麼吃那麼大一片 因為吃金很貴 他說媽媽你看清楚 再發表意見好不好 你們看到我刺什麼 我說你刺這不就是樹幹嗎 這不就是樹幹嗎 有咖啡色有黑色的樹幹 這就是花 這是花 媽媽你有沒有看清楚怎麼花 蛤?刺怎麼花? 我看到我都已經夠生氣了 我關你刺怎麼花 他說媽媽你看現在是暑假 你才會過來 往前推 3月的時候 今天是3月8號 今天是我母親逝世五周年 我媽媽在民國97年的3月8號 禮拜六的下午4點半 在自己床上睡午覺的時候 就去世了 吸一口氣慢慢吐完 人就走了 也是年紀大 也是身體不好 人家說這個叫做 人在一世之中 能夠求得一個好死 也算是很好的福報 因為他沒有氣切 沒有什麼你們知道的插管 有沒有急救電急 我媽媽就走了 所以那個時候是3月8號 我的兩個丫頭 我兩個小姐都說 媽媽阿媽過世了 那我們是要不要跟學校請假 回台灣登上 我說沒有關係 阿媽知道你們都還在念書 你們就是要出病的那一天 3月20號出病 你們就把台灣的地圖 算好哪個方向 你就搖送阿媽一程就好了 不用回來 你知道我小姐跟我說 你3月不讓我回去 把我圍著很想念阿媽 我就把阿媽吃在背上 有錯嗎 我說你亂講 你哪要把阿媽吃在背上 如果吃在背上 不是要吃個阿媽的土嗎 那多恐怖啊 阿媽是梅山人 嘉義梅山 我就是在嘉義梅山出生的 我把梅樹梅花 吃在我背上 有錯嗎 她不是我們的國花嗎 阿阿媽又是梅山人 講得我當場流淚 抱著她痛哭 所以我就得到說我們不要 不明就理就先責備 我也奉勸很多家長 孩子做很多事其實是很有理由的 所以再過兩年我去的時候 又發現她胸前這邊又吃了一個大東西 三條鯉魚在游泳 你聽過嗎 我這次已經學歸了 我都不敢罵她 我只是很客氣的說 你為什麼會想把鯉魚吃著你呢 應該是有什麼理由 她說當然有 我學生物的 媽媽你知道生物界裡面 魚類界裡面 最有家庭觀念的就是鯉魚 因為這隻是鯉魚爸爸 這隻是鯉魚媽媽 這是他們的鯉魚baby 他們是一直都在一起 我要讓我的美國男朋友們 知道我是一個重視家庭的人 你們聽得懂嗎 這邊還給我吃三隻鯉魚 有機會如果你們回台灣 你們正好看到我跟他在一起 都可以叫他秀給你看 這邊都有三條鯉魚 他說是最有家庭觀念 去年暑假我又去美國 每年我都去 這次你看他身上 這邊一塊背上都是 屁股這裡 臀部這裡也有 他現在只剩下這裡鯉魚刺 我去年去就看他在這邊 我更客氣了 我們當爸爸媽媽也在學習 我更客氣更小心說 孩子你這裡既然會吃一隻貓頭鯉 一定有意涵 你聽得懂嗎 他差點沒說 家長在這裡知道 你沒讀古代 人人會知道 沒有啦我是開玩笑的這樣 媽媽你怎麼知道 我這是有意涵的 我們就先這樣講就對了 媽媽你看貓頭鯉 貓頭鯉翅膀這樣張開 羽毛好細 真的刺得好漂亮 當藝術品 真的都很讚 我不知道他吃怎麼個痛吧 因為我從來不吃人家 叫我去聞唇 我都嚇死我才不要 多恐怖 他這樣刺一隻貓頭鯉 因為刺那麼細 我說一定有意涵 他說媽媽你才知道 真的有意涵 因為在台灣 貓頭鯉代表會念書 聽得懂的舉手 貓頭鯉是不是代表會念書 是不是 甚至博士 還可以用貓頭鯉代替 好多那個書架 那個把書架擠 那個都做貓頭鯉的樣子 都是跟念書有關係 媽媽我這輩子 既然讀不到博士 就只好把博士刺在屁股上 原來是這樣 因為他很不愛念書 好不容易六年才把生物系讀完 媽媽我要吃個貓頭鯉 我自己認為我也是博士 只是我不是一般的博士而已 我把貓頭鯉整 而且媽媽我要告訴人家 我是個夜行性的動物 我越夜越美麗 所以他可以撐很久 他賣咖啡的時候 凌晨一點睡三點半起來 我最心疼他睡眠時間 一段一段的都沒有很完整的事 所以他說現在可以睡到六點半 齁齁齁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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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 他就很開心 那個睡眠就很完整 這樣我會比較放心 所以這個告訴各位說 你會以己為榮 我的孩子也說 媽媽他日我要讓你以我為榮 其實我現在他能夠進Microsoft 不管未來的日子會如何 我已經覺得很很高興 那麼多人裡面挑七個居然跳中旁 還有豐足 你自己過一個很豐足的人生 而且你很有智慧的去經營你的TA 現階段TA未來的人生 你的生涯 包括你懂得用圓融的方式去處理 包括你非常的喜悅 每天像老師我一樣開開心心 快快樂樂樂 而且你很有創造力 不要讓日子過得千篇一律 一成不變 毫無變化 我覺得那種日子我也不喜歡過 所以在沈大 能夠像我這樣 橫跨演藝界的也不多吧 我都指上李四端的 爸媽酒很大 沈春華的十點六一下 余美人的飛冠命運 and過年前我上一次淘金營的姊妹淘辛華 聽錯來沒有 我們只跟第一線的主持人合作 前天去錄的那個鄭鴻怡也算第一線主持人 不是A咖我們都不要 好你看第二個 這個叫做WAT TA的選項規劃就是九個字 向內看向外看做決定 你有把自己看得很透徹 內看 就是SWOT SWOT 應該很多人知道 不知道的可以請教別人 我沒有過 我差點講過不知道去撞牆 好 現在大概每個人都知道SWOT的 SWOT 你的Strength 你的Weakness 你的Opportunity 再加上你的Strength 危機危險 哪邊你還不足的 這個叫做了解自己 然後看外面 TA就是有個敏銳的嗅覺 你跟著教授跟著老師 哪一個領域可能會來很有發展性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需要什麼 奈米科技固然需要 人文的素養也不可少 我未來還有哪些發展的機會 世界上也存在著很適合我 當年我在陳大教書 就有一個念化工系的男生 彰化高中畢業的 還滿優秀的一個孩子多化工 他說老師你知道 我們的化工業叫做黃昏工業 氣氧工業 我說為什麼 他說現在就怎麼樣 我說化工不是很接觸到什麼需要 他說不見得 我說你有什麼打算 他說尤其我女朋友 是我們陳大護理系 我女朋友從護理的專業 只是在醫院裡面什麼實習 他當場 我女朋友告訴我 他接觸過的人 只要是學化工 我不曉得資料 這麼正確是他這樣告訴我 而且女朋友這麼說 我不是在維言聳間 所以這裡如果坐著有化工 不要被我嚇到 我只是轉述人家化工 他女朋友說 我在醫院工作 看到學化工的人平均壽命五十多歲 我不要那麼早做往復 你覺得懂嗎 他因為這樣去轉當Sales 現在做到那個澳盛銀行 台南的開店在東林申路嗎 跟東林路你們知道嗎 澳盛銀行 開幕的時候 我還去幫他祝賀 因為他本來是我們化工業 而且要做化工研究所的 他後來轉了 他去Sales去做更任務 他做到那個第一把交椅下面的那個 第一個Leader下面那個就是他 我那天去才知道他職務那麼高 也是很有成就 跟太太兩個人累積 不知道是結婚的第二年 還是第三年就買房子了 一切就按照他們的規劃 他們一直想回到我的班上 來做經驗分享 老師我們要幫你成親 不是被你輔導過的都會分手 你看我們在一起了 可是他們從來沒有找我輔導過 人家相處得很好 被我輔導過沒有不分手的 夫妻來找我談完一定會離婚 這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請各位同學想清楚再來 電機系的找我輔導 說他課系不對 我說你讀到成那電機 老師我差零點一分就是建築系 因為建築系更好 不知道什麼意思 機械系來跟我抱怨 老師你看我如果少做一題 我就是電機 機械不是很強嗎 成那電機 成那機械那個老級的 企業界的最愛十連吧 不行啊 電機那個什麼土木系 也來抱怨 水利工程也來抱怨 最後最可憐叫測量系 我說你都讀到成那測量 抱怨什麼 我的親友說 考上成那很好 可是怎麼讀測量 什麼東西可以量四年 就一個怪一個你知道嗎 就沒有讀到第一次元 都有一份不甘心 跟我當年一樣 我當年考上大學 讀了台灣師大社教系 我們在一起在那邊挖工 人家讀歷史系出來 教歷史 讀英語系 換人去算 人家讀工訓系都知道出來 要叫公民語道德 國文系叫國文系 我怎麼讀個社教系 還笑我 你是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系 就是我們知道的 師範大學睡覺系 才被人家笑 吃了國家四年 睡了國家四年 用事工費 一毛錢都不用付 可是我才知道 去瞭解重點 我吵著要轉系 我要轉歷史 因為我大學年考 歷史如果滿分是100分 我考了94 那個辦法到今天都實用 如果你的什麼主科 正好那個大學 也有那個科系 你只要超過90分 可以自動轉 對方那個系 是不能拒絕你的 我們陳大最近也發生一個 考進來是工學院的某個系 可是他的化學考了92分 馬上就轉到化學系去 我才知道那個方法 從我那個時代用到現在 我就很想 這個轉歷史系 結果歷史系的一位教授跟我說 然後我想 你不要轉到我們歷史系來 所以我們歷史系很需要 你這種活潑的人 不然都是一團死水 每次都研究死掉幾千年的人事物 有沒有很蠻需要 不過你留在那個 大家都不知道它是什麼 晚高的社交系 比較有發展 我說什麼意思 我很喜歡歷史系 你進入歷史系 就進入一個胡同 上面沒有括號 死胡同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歷史系 被涉獵的很廣 像蕭琼瑞蕭老師 學歷史 他涉獵就好廣 涉及美術 知道蕭琼瑞蕭老師的舉手 不多 知道朗木曉的舉手 你敢不舉 真的 蕭老師說我沒有回國以前 他算是成大數一數二 我學生社團最喜歡找的老師演講的 自從我回來以後 在一個公眾的場合 就是這邊旁邊有個成功廳 因為我聽說他很風趣 我也是想聽他演講 我就關在學生堆裡面 我自己認為我很年輕 我也穿個短褲 穿個T恤 穿個T恤 穿個涼鞋 我就跑去聽 好像那個有 那個階梯是然是有樓上樓下 我忘記了 我就穿個T恤好認真 突然被他發現 他眼睛好尖喔 欸 那不就是蕭老師幫我 下來下來 我早知道會不會叫下來 就穿好看一點 我就穿得很學生樣子 你知道嗎 他說你看看 這蕭老師回國以後 他就站到我的後面 我嚇一跳幹嘛 他有麥克風我沒有 因為他是演講 自從蕭老師回來以後 他就站在我後面 我就被他光榮的陰影整個遮住了 他在嫌我胖 你聽得懂嗎 他說我把他整個都遮住了 氣死我 很幽默 我覺得其實歷史很有趣 所以其實是看 你把自己放在一個 什麼樣最好的位置 責如所愛愛如所責 超重要 中間回答畫著 下面回答好 所以你要懂得說 深入透徹的看自己做分析 你就可以做到知己者明 明明白白我的心 我最了解我自己 我又可以看外在的世界 可以有哪些地方 哪一種機會 將來可以讓我發揮的 你有知彼者智 你很有智慧 你不會做無謂的浪費 虛值光陰 投入的金錢能力 精神精力 結果你發現出來 外在世界 這個已經萎縮 視為根本沒有什麼 你這樣才能夠知識者得 在good time 做了一個最棒的decision 所以機會來了 就會是你的 因為你已經充分的做好準備了 那個叫做必 叫利必得失之後 我就知道下決定 因為沒有完全的利 都沒有必的決定 你只要他利多必少就可以做了 Just do it 剛剛有個題目說 我只有在絕對的把握下 我才要採取行動 錯 因為沒有什麼事情有絕對的把握 人算都還不如天算 你應該隨時有應變的心 反而比絕對的把握 因為世界上沒有絕對論 只有相對論 請看下面 所以希望各位在你們這個年紀 好好開始建立 像老師都已經到了維持階段的末尾了 我現在在準備迎接下個人生 可能要衰退了 我們要江山帶有人才出 長江後浪推錢 我們這種錢浪不會死在沙灘上 你放心 我們這個錢浪只想把棒子交給後浪 讓你們登陸 所以你認清當今就業市場 看看你的TA裡面還可以怎麼跟他做連結 因為你當TA可能要找很多資料 也許無意中就得到了比別人更多有用的資訊 而且現實脫節的社會新鮮人 是很讓人詬病的 所以敏感度要夠高 有一些所謂說的建交合作 或是所謂的寒暑假實習 或是有個career day 跟在你心儀的人旁邊 一整天看他的生活形態 因為很多人很羨慕我 我的研究生說 老師我要做像你一樣 我說來跟著老師一天跑一天 平常在學校教書你們都看得到 來禮拜六跟老師跑 我那天禮拜六有四場演講 學生真的跟著我 早上八點多就衝第一場 十點就衝第二場 中午第二場下課結束的時候 我們的學生真的跟老師 好累喔 我要回家睡午覺 你自己抱好了 我們就這樣一整天 我張開眼睛就想到 我今天晚上是十點可以回家 十一點回家 過午夜 最後一班高鐵 回到仁德 我們台南 我再開車回家 絕對都是超過mine night 你要你就來啊 我也是凌晨兩三點 我只是沒有沒有 把貓頭雲吃在我身上而已啊 我也是夜行性 我兩三點睡六七點起來 你看我睡眠這麼少 而且我又吃的不多 一個便單都分兩層吃 他就不會受我了 你說我還有什麼辦法 我已經很努力了 所以搶到好工作 有很多金鑰匙 最重要的金鑰匙 就是你現在的學習態度 也把TA當作一種學習 他不見得是全然的付出 他在付出的同時 讓你得到很多 你還有一個所謂的工作態度 工作價值觀 你的工作倫理 道德觀很重要 幫老師的忙盡心盡力 像我的學生都說 老師你的助理都有那個鑰匙 我說廢話 他那個當然要進來學有鑰匙 那個週末聽說 你也跟他們怎麼講說 你的鑰匙擺拿 因為週末 整個大樓會管理 如果真的有事要他做 我這個人又很粗心 有人就說 你要提防一點啊 我說我為什麼要提防 因為我覺得我們助理都很誠實啊 我連信用卡都給他 密碼他都知道 他要幫我訂票啊 什麼都是他 哪天我被他捲款而逃 搞不好我就像最近那個怎麼死的副教授 我都不知道 還丟到淡水流 還是哪裡 有沒有最近不是當破案嗎 這兩天最熱門的新聞 對啊 其實我覺得那個 可以相處久了就知道 你就看到那個人 一見不談 一見不娶 很誠實 給他多少錢幫我寄東西 都還作帳 這個寄了12塊 那個寄了12塊 這個什麼的 剩下的公款就在那邊 我昨天還把那個剩下兩三百塊的公款 拿過來 又放了一張一千塊的上去 因為我怕他接下來要幫我寄很多書 老師昨天晚上在雲林很偏僻的地方 東勢鄉 有誰知道雲林有東勢的舉種 都沒有人 不錯還有兩三個 我認為東勢只有在我們台中有東勢 所以聽說這個很小的學校 有一次為了運動會 訂了好多什麼團服什麼旗幟 所以我明天都運動會 怎麼還沒有寄到就問那個 我電話誰電話我媽的就要笑氣 就要怎樣 我就嚇到台中那間東勢 我哪知道遠遠有東勢 所以會告訴我 昨晚在那邊也是講到很晚 光那個校長演講完後9點結束 光開車送我到嘉義的高鐵站都發了一個鐘頭 不錯我還趕上10點02的 好再坐回台南 再開車回家也是快要11點了 我們覺得很好啊 因為那個校長演說他來這邊工作 最開心的是他很淳樸 他很這個鄉下 可是人心那我那個道德感都很好 互相幫助 他說他覺得這種地方讓他最懷念 也許他將來會調到都會區都市區 那他就不敢把握 他說這邊的老師好像都很肝膽相照 我昨天才聽說有一對夫妻老師 做人工受孕做了9次都沒有成功 同時大家一起來說 要不然就怎麼樣 要不然怎麼樣 我們幫你怎麼樣 你好好講 你先把身體養好 不然大家都在幫忙 他說校長說幫那個畫面他都很感動 那其實我昨天看到是 那個爸爸拿著湯匙 在為他們終於做第10次成功 而且已經45歲 而且讓人更羨慕的是雙胞胎 而且是龍鳳胎 我高興到他在旁邊 差點沒有流眼淚 很滿足的看到那個爸爸 那個賣療六親的一個好高的 太太是老師 他是一口一口的為那種父子之情 媽媽在旁邊照顧 因為雙胞胎很不好照顧 媽媽那個老師就在旁邊 他說他為了要做這個 你看本來多瘦的小姐 現在變成中年婦人 我只說了一句 生活還是不都這樣嗎 不過我也看到我好多學生 身往還在還是像跟以前一樣 在承達的身材 讓人家會羨慕 好 這是一個學習型社會 大家可以從我剛說的 不是你光付出 你也在學習 因為字太多 所以挑過 前往下看 好 不要以為天幾下只有我會做這件事 或者是只有我做的最好 其實這個是不對的心態 不要以為這件事永遠就只能這樣做了 一定應該還有別的方法 多找一些方式 找出路 第三個 更不要以為世界到此為止 TA只是你人生旅程中的一小段 你還有long way to go It's a long journey for your life 好 每一段每一段 我自己以前在美國當TA 那是我第一個TA工作 我多開心啊 我們美國規定博士班的學生做TA 只能做四年八學期 我做了七學期 我的指導教授 我的那個美國教授 跟我說 孟夏你的TA經驗很夠了 老師現在把你推薦去 你去做那個program的assistance 你去設計要怎麼樣 設計方案 讓大學生可以參與協助他們成長 我就到special support services 簡稱三個S 大S小S 你們聽過一個笑話嗎 大家排隊要買票 哇人好多喔 那個排在終於等到他要買票了 那個好高興拿出那個錢要買 居然有個人插進來 哇氣死人 你怎麼這樣 你為什麼要插隊啊 我告訴你 我是義包 我是大臣義包 你們有沒有聽過 義包 禮義廉恬的義 有個大臣島嘛 那大臣義包嘛 因為他們都為國家貢獻很多 你知道那個急進來說 你義包閃過去啦 我三包啦 我原住民啦 一包什麼給我三包啦 你聽我嗎 就有這樣子的說法 也蠻有趣 我周常都這樣 所以不要以為 其實這個在我自己的TA生涯裡面 我很感謝我們老師來 叫我去多一些經驗 我幹到第七學期 就跑去當Program Assistant 又當了兩三年 因為那個博士太難唸 我前後唸書拿到PhD 我總共唸了十四年 光在愛德華的博士 我就唸了七年 之前我還在別的學校唸過 七年當中三年半去當TA 兩年多我都是在當Program Assistant 最後還可以幫教授做點研究 真正的Research Assistant 我覺得很好 歷練多真好 所以請各位同學看看 這個人叫Cover 1989年 他就提出了七個跟我們這個相關的準則 把它運用在TA何常不是 你有沒有掌握住你的選擇 努力的去付出 因為它超支在你 不要抱怨 抱怨就是跟老師剛剛講的那句成語 成強烈的對比最不好的觀過念願 你觀察到的都是別人的錯 為什麼我們老師要叫我來帶這門TA 這門明明就很難 為什麼不找別人找我 然後又開始怪 為什麼這些大學生這一二年級 怎麼那麼菜那麼爛 連這個他也不懂 這技術也太差 他怎麼困境成大 他是學位是要用錢買的 你就在觀過念願 你觀察到都是別人錯 你都沒有想到說老師給我這樣的機會 我要觀工念恩 雖然你不是張飛也不是劉備也不是曹操 更不是那個觀雲長觀地區的觀工 可是你懂得去觀察到人家給你的功勞 念著恩情 所以 因為這些孩子就是不懂完全不懂才需要我們TA 我有辦法就把他從不懂帶到懂 那才叫真正的成功 你教育成功了 你教人成功了 第二個 確定你的目標凝聚權力 既然有一份職責就當一份最好的這種所謂的Java description 職務上說你要做什麼就把他做到最好 第三個是分輕重能夠找 也許一次來好多人你會去分輕重 要不可以做時間管理 會安排順序 哪些人更破缺需要哪些事情又有緊急性又有重要性 做一個時間管理的生活大使 第四點給人家攻堅你立人也立即 其實立人之前我們一般人都還是會考慮自己 人若不自私大概也叫天誅地面 這些事情對我 我做TA不是光付出 我絕對對我自己有利 我立即還能夠立人 Why not 何樂不為 第五點用我們輔導的同理心 開過你的人際 人脈你知道最後才是最重要的 民國八十五六年當我TA的那個男生 現在都已經快四十歲了 他還在跟以前他所有當過TA的 有跟他聯絡 他還跟我如屬家這時候 喔老師那個誰 那個萬文系87級 有啦我有帶過他 喔那個誰 喔那個什麼水利系的90級 今年的農曆年我去台北做媳婦 他居然還給我任務我們這個TA 老師你記不記得92級有個叫某某某 我說喔因為他的姓很多 我記得見 老師他現在在台北開補習當中很成功喔 下下酒喔 他還跟自己說如果一個月他跟員工分完之後 如果他自己的薪水超過六萬 他就把六萬以後的錢再拿出來平均處理 大家就有他紅利你有沒有聽過 我說他在幹嘛 我說那你要叫我去跟他會面做什麼 老師他感情有問題 我說你也管太多了 他說一日TA終身TA 我就沒有聽過我真的因為他在去把這個十年前 今年命過102年那個還是92級的 我十年沒有見到他了 我真的把他約出來用這個TA一定要我做 我也很想看看到底是什麼天大的問題就真的是這樣 他這十年來也許剛開始交過一兩個兩三個女朋友 可是他後來跟一個女生很好 那個女生跟他交往一陣子半年一年就跟他說 哎呦我沒有新鮮感了 大概分手就發他一張好人卡 然後就跑去跟別人交往 然後大概約過了幾個月回來 嗯還是你最好我跟那個生股拜託我要回來 你知道他這樣搞幾次嗎?搞八次 我們這個男生一直讓他回來 你有沒有聽過這種事啊?你爸爸壞掉 而且他說他這個女友還會把男生帶回來他租的房子 因為他都去忙補習班 他說把男生帶回來就算了 還在床上做那件事 他說他都可以包容 我真的沒有看過全天下最好的男人是他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病 他把破的規則說愛要獨佔性 他可以share 他女朋友這樣出去再回來 出去又回來 倒了八次 我那天跟他談他真的說這就是我的原則 何必這樣呢? 何必一定要把其他東西鎖在旁邊 他還沒有看過他還沒有玩過 他終究終究最後會很完整的回來 我不知道什麼叫完整 他說他最後就 他說他會 他有這個信念 我怎麼去改變他 我之後回來跟這個老貼又說 我們兩個都要改變了 因為人家現在價值觀是這樣 容許女朋友來去自如八次 我真的覺得不可思議 我過年才跟他談 他問之後我發現他沒有問題 是我沒有問題 人家都可以我們做不到 所以同理心溝通人氣展開敞開胸懷 集思合作 最重要的How to balance your life 讓你的生活越均勻越好 生活要平衡 不要只有work,work,work,work 最後變成workaholic 不要只因為當體驗成績比較好 死讀書讀死書,書讀死讀死 你最後就是一隻書頭 You don't know how to balance your life 有工作一定也有休閒 有正業可能還有一點副業 你可能其他興趣比較喜歡做什麼 要去balance一下life 不過那個喜歡不是說喜歡給朋友 你再離開又回來 請看下一頁 這是老師很喜歡上面的石鐵良方 下面的十個生活線條 你們也是挑幾個 就可以對你的TA生活做幫助 你有沒有精益求精 這門課當TA 維基分地經交到第三學期 第四學期非常熟悉 你還會想出別的方法再怎麼教 可以更精進 good better best 教精益求精 這十點裡面我自己最喜歡 number two and number eight 我自己一向都很喜歡 我如果沒有記錯 number two應該是全力以赴 對,number eight應該是樂在其中 我很喜歡 我做什麼都這樣 I enjoy what I'm doing I choose what I'm liking 我喜歡的我去做 我做的我很投入 則如所愛愛如所則 你看最後一點還是生活平衡 跟剛剛的相關 下面這個生活線條更是 不用全部都做到 那也太難了 尤其像第十點是給有宗教信仰的人 我最近遇到最不可思議的事情 有一個年紀小我一點的女性 結婚生了三個孩子 大哥二哥都正常 所以後來離婚的時候 爸爸把那兩個兄弟帶走了 他生到的老三這個女兒 是個極度的自閉症 最嚴重的自閉症 都不講話 偶爾會笑 大部分都是板著臉 不跟任何人來往 講話人家聽不懂 他發出的聲音會 啊啊啊啊啊啊 如果在公眾場就要叫 不曉得是 這個也是他們離婚的原因才怎麼樣 那個爸爸說 你給我生這種女兒 他不是我前世的情人 你們聽懂了嗎 我前世的情人 不是像這樣子的 那個媽媽就很可憐 那個爸爸就把兒子帶走 那個媽媽本來也沒有遺跡之長 被迫要出來賺錢養女兒 我很羨慕她很敬佩她 因為她的宗教信仰好強烈 她說她好幾次三餐不濟 她不知道要帶什麼回家給女兒吃 身邊都沒有錢了 她說她站在十字路口 就這樣站著她說怎麼辦 我下一站在哪裡 她的女兒還要治病 還要去看醫生要花錢 她說她這樣想著她就開始 站在十字路口紅燈 她開始禱告 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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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刺著我的力量 我現在最重要的力量是要有錢 她說她寶寶完 就覺得她腳下面怎麼踩個東西 硬硬的 打開一看 好像一坨廢子 生長開來一張一千塊的照片 你有聽過這種事嗎 你們以後站在十字路口 要記得寶寶 她就站在那邊 她說還有一次更好玩 她說也是這樣路上走 她說想著想著 她說就有個東西這樣飄下來 當然又是一張一千塊的 我這輩子沒有聽過這種事 所以好特別 她好 她只要身體一不舒服 就打電話給我們 媽咱妳跟妳先生幫我祷告 我早上起來落枕 您幫我祷告就會好 我是落枕喔 我去看醫生喔 我又怎麼樣 我現在腸胃炎 請幫我祷告 有的人就是靠祷告 那個是宗教信仰很前身 我們一般人如果沒有 其實我們只要有正向的態度 正向積極的 有正向能量 不見得 因為我們不會祈禱 我最近才剛去打坐禪修法谷山 從早上八點多 禪坐到下午五點多 那雙腿也不是我的 我既不會雙盤 也不會單盤 我連閃盤都覺得累 我就兩隻腳伸來伸去 我覺得我是全場的過動兒 你怎麼都坐得住啊 我怎麼坐不住啊 我們腳一盤 哇那個離地面好遠 製工就趕快拿那個毛巾來幫我塞膝蓋下面 因為懸空會很累 後來他們發現毛巾要塞五六條 乾脆用哪個補團幫我塞 後來發現一個補團不夠 又給我兩個左右腳 我一個人用了補個補團 又有一個坐在我下面 後我才知道 這個大概每個人有不同的密碼 我大概不適合纏修 不適合立著修 站著修 真的喔那個腿 我就是禮拜天去纏修一天 禮拜二又逛了那個新竹的燈會 回來真是難怪我燈會完了 坐最後一班高鐵要回台南 我第一次錯過台南災 一路睡到高雄 下車的時候 已經沒有高鐵可以讓我再坐回來 那個高鐵都要熄燈 因為是最後一班 我說趕快去趕台鐵 他們說台鐵十一點 幾分就沒有了 連台鐵都沒有 好可憐 一個人在那個高鐵外面 好多計程車司機都過來問我 我都覺得他們心懷大意 不要看我們快六十歲了 還是會出事的 有沒有 好緊張 我那天 我到回到家已經快凌晨兩點 我只好把我老公看已經入睡 我說老公你起來接我 現在這麼晚 我怕我老公說 你就叫計程車回來 因為我不知道計程車要開價多少 有沒有 從左營站 如果叫個計程車 我想如果不要一千 大概也要八百吧 也是錢啊 為什麼 我們老公很棒 沒有說馬上起來 從永康開著車到左營站 接著我們再回家 讚啊 看你叫什麼 而且都沒有責備 我還沒有完 再回去了 這天有十點 我自己最喜歡其中的三條 跟大家做分享 第五點 我要把今天當成最後一天來過 因為我不知道我看得到 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朝陽 你就會變得很積極 真的 這個什麼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氣過福 在座一定有人知道 老師兩三年前發生過重大車禍 在高速公路 我的車子被人家撞搬搬過來 四輪朝天 我在裡面等著救援 知道的舉手 有沒有人知道 你們都不知道嗎 老師好嚴重喔 你上youtube去查 好可憐 沒講到 命當 所以朋友寫卡片給我說 四輪朝天不升天 你覺得這是哪種朋友 可惡的朋友吧 下一句太漂亮 他說我尚有任務在人間 民國九十九年 十月十五號 禮拜五 我在台積電演講完 要趕去下一場 也不知道是哪一所大學 叫高雄的一所大學 真的不知道是哪一所 我要趕去一所大學 為EMBA 那個叫管務班 那個企業界老闆來上課的 我只是為了要開過去 就在高速公路 被後面煞車不擠的 兩個職業軍人 軍人 不想怎麼把我撞 撞到我車子翻過來 我以為我的生命在我五十五歲 話句點 有一點不甘心可是也無難 因為你不撞別人 別人撞你 把你的車子向彈子防大彈 一撞我的車子就往那些 那個叫分隔島 偏偏那一段分隔島叫做 扭澤西護欄 水泥做的 任何車子一個輪胎碰到就會翻 因為它那個護欄當年引進 是為了防大卡車司機 疲勞駕駛 開道撞到對面車道 那不得了 你該要南下的 你到對北上那個車禍 他說寧願用這種護欄把你擋住 讓你翻車在這邊 他說這樣傷害比較小 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算的 所以他沒有防到大卡車 把我的小校車搞到翻過來翻覆 好幸運 好 超 連陳大醫院幫我急診完 照了片子之後 拿著筆子的我的那個片子 一張張S光 好幾張 大概有將近十來張 頸椎 胸椎 槍脊 什麼都照啊 因為大車禍 那個醫生這樣筆子 我坐在輪椅上 我根本不想坐輪椅 我好得等 我從救護車上面走下來的 那個推輪椅的志工說 麻煩你一定要坐在輪椅上 才比較像是救護車送來的 我們這個志工也是有業績的 我們一定要推幾個人的 你一定要坐在 我是被迫坐在輪椅上 然後我幫我推過去 然後就看著這個片子 那醫生多可愛 拿著筆指著我的片子 你看你看看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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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看你看看 你看看我看不懂 那德行如果你叫我看什麼 我哪知道 那片子是你造的 你才看得懂 我說醫生沒關係 我知道很慘 我沒有外傷應該是有內傷 那麼大的疾惡 兩醫生一翻 又不知道滾了幾滾 我說我一定有如內出血 我一定哪裡怎麼樣 挫傷更傷少不了 沒關係 但說無妨 我都願意面對 因為已經遇到你們能怎樣 那個醫生說 不是啊 怎麼會有人撞這麼厲害 都沒有傷害,都沒傷害,這應該要有傷害的 這哪應該要有,你有皮膚腫理神嗎? 不曉得他是什麼樣的MQ啊? 伊德啊 所以那醫生送了我兩個字奇蹟 所以老師太喜歡了 原來我們的大難不死是還有任務要走 就像來跟各位TA結緣一樣 現在才看到坐在下面的有我的老TA 因為他最近不能來坐,害得我每個禮拜吃藏空整季還要找別人 我終於看到他了,只是不想把給出來而已 好,我要把今天當成最後一天來過 還有第八點我覺得很重要,你要有多元的價值觀 我們從一開始就說不要單一 還有第九點,就是那個Nike的那一句什麼精神口號嗎? Just do it,有沒有,立刻行動不要拖延 說再多都不如你,坐而言不如其而行 Just do it,而且要學當年歐巴馬第一次選美國總統 希拉蕊、歐巴馬他們最喜歡講一句話 Let's keep moving forward 讓我們一起往前走 Let's keep moving forward 這是他們當年選舉很重要的口號 要有行動力大家向前走 所以TA可能是你人生中的一個驛站 可是它是個很好的墊腳石,很好的基礎 好好發揮它,跟各位報告 我昨天傍晚從下個課三、四點忙到五點多的 通通不在這上面 我覺得那個學生幫我白做了 因為我那個上面比較有經過修正是比較TA的 不曉得為什麼大概沒有變成他們幫我做好了 因為大概做得太急,傳過來他們來不及幫我做 不過意義內還沒有差太遠 我也覺得我竭盡所言的做陳述 因為我引咎與跟各位分享 我已經全力以敷 你不知道我全身都是汗嗎? 可以脫衣服嗎? 可以啊,你們要唱啊 脫掉脫掉我才可以脫啊 我投胎就五千一百公克 所以我的肉比較多 有沒有問題?要問老師 我們還有兩、三分鐘 聽說今天會高到二十八、二十九度 小心一點很像香甜 any kind of question 要問老師的 please 有沒有 有事上奏無事症要退潮了 症還有很多折子要批 晚上還要翻牌 對啊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問症的 有事上奏無事退潮 太好了,太棒了 來,請 哪個學校什麼系哪一科的DA 先介紹一下 我是南台光電的那個 教哪一門 幫忙帶哪一門DA 喔,我是上學期有當近代物理的TA 最近還沒有 喔,還沒有 還沒有,可以怎麼 因為我 因為我是想 我已經聽第二場了 對 我是想說 我現在是學 雖然我去學功課了 對 可是我的 人生的夢想 是說我有一天可以從事教育 就是我是把它當作我的目標 可是我不知道 我有沒有可能到達那個目標 當然可以啊 因為感覺需要 因為我 因為我 看你要在哪 你想在哪個階層教 你有沒有修學分 教育學分學成 沒有 那你就只要練到博士了 只有一股灑勁而已 對對對 所以你沒有計畫 你是適合來生第二場 雖然你現在不是TA的 你是一股灑勁兒 是需要揮畫的 如果你沒有修學成 沒有辦法在職業類科 在高工 甚至於像我們在修師陪中心的人 到國中去教藝能科的 你大概沒有這種基礎 那你只好往大學 因為大學不要求教育學分 所以你只好把自己的學歷努力提升 才有機會走到教育 不過教育FM等著很多種 我讀的那個叫教育 叫社會教育 所謂社會教育就是 你願意到電台去 把你的理念跟大家分享 也是教育 做廣播 教育太多了 如果只是學校的系統 那我還蠻建議 是不是可以往這個所謂的高學歷走 雖然我不是那麼認為每個人都適合要拿PhD 現在你有博士在手都不見得保證 你可以找到教育的工作 聽得懂得舉證 有博士在手 博士好拿 教職難求 聽過嗎 而且就算你進到教職了 你要知道那個大學對你的要求 陳納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要求做research 所以它是research oriented的大學 一年要發表多少篇什麼SSCA 什麼幾顆新的期刊的 那跟我都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我比較喜歡教學 我很少做這一塊 這是我自己得坦白的 所以我想可以跟你這樣 你有夢想 你就有什麼理念 至少你現在是研究所嗎 我沒有 我大傘 大傘 那你一手弄歪圖落 你入海藏的魂 Keep a good grade 要保持好成績 然後能夠早一點跟哪個教授 做一個什麼小研究 慢慢打基礎 不管用推增什麼方式 繼續往上面 否則你如果要在學校體制裡面 或者是你才大三 問一問你們南台各大 應該也有施培中心 也有教育協程 如果大學那麼難求 也許到高中去呢 你們到職業類科學校呢 也可以從事教育 好 謝謝你 還有誰要問第二個問題 Any others 沒有 那我要走了 鄭還不能告退 來 有事上座的陳子 你好 那個 抱歉我是比較慢進來 所以前面如果有一些都沒聽到 真好 做前面真好 對啊 不過剛好我一進來的時候 就提到老師 你有舉個例子說 就是我們可能當助教 當體驗的人會覺得說 那些大一 大一 大二 就是有時候可能會抱怨這類東西 反過來 我朋友遇過反過來的情況 就是說 就是有大一 學生嫌 學生嫌助教 不專業之類的東西 那還 甚至還有可能在FB上 Facebook上面留言說 就是 他們那群小圈子在討論說 這個體驗不太好 這個體驗不太專業 那 如果是當事人的話 你覺得 應該有什麼心態的人 這個問題可不可以擺到 下一次請我來演講 叫做情緒管理與人際溝通 3月2號 你都知道 你對我的行程遼如指掌 3月2號已經過了 對 我覺得 可能那場你沒有參加 對 已經過了 我上禮拜有來過一次 我覺得那個跟情緒管理 跟人際溝通都有關 所以你也不要怕被人家批評 如果TA在這樣 你可以澄清 也在FB上面 雖然我連怎麼開FB都不會 我不知道我被多少人罵 你就回他 你就跟他講 那是什麼地方 你可以再講具體一點嗎 我們TA也很有改進的心 所以其實沒關係 也要接受人家的批評 如果他確實屬實 他們如果是對事不對人 那就是我們TA自己要改進 因為我們的確做得 沒有讓人家很滿意 那表示我們還有精進的空間 何嘗不是一件喜事 OK 所以不要太在意 真的確實人家講的是對的 不過他們純粹是搞小團體 專門來鬧的 那又另當別論了 可是萬一我們TA真的沒有兩把刷子 也愧為TA 不是嗎 所以也可以做這兩方面 你問這個主辦單位 我好像下一場要講人際關係 與情緒管理是在金門 歡迎你們跟我坐飛機去 金門大學請老師去 一整天也是這種什麼什麼什麼 教學發展什麼計畫的 我14號15號 我的前助理是幫我訂機票的 他們也是用這樣的題目 他們很可愛 他們說你在成大講過什麼題目 就辦過來我們金門就好了 你看這種錢多好賺 他說他要一樣的powerpoint 一樣的什麼太好了沒問題 我現在就知道該給他們什麼了 好時間的關係就不打擾 正好也差不多 好像還有十分鐘 我要講到十點十分鐘 所以你們還有六分鐘 來繼續發問 我是不是應該講到十點十分鐘 沒錯我們還有五六分鐘 你看到關時局再來 正其實今天都沒有事 正今天等著晚上去台中玩怎樣 好 其實待會兒都還有學生 要來跟我meeting一下 好 有沒有問題 尤其像你可以代表發問的 老師那個 之前老師上過這麼多課 都說學習要快樂 對不對 但是最近也有人說 有street 才是使學習能推向更好的一個方法 那什麼樣的street 才能夠算正向 你要先翻譯一下 什麼叫street 壓力 street是什麼 啊 老師你知道啦 我上你的課我都沒有講過正確 他要講說有壓力啊 適當的壓力真的很好 不要過度overburden 如果是超過你的能力所限 那個壓力可能輕則帶來憂鬱 重則帶來造育或是精神分裂都有可能 當然是要enjoy 但是這個enjoy當中沒有一點壓力 其實是不行的 沒有壓力 你就不知道要怎麼去評鑑 你到底學多少 你到底學什麼 不能光只有快樂 而沒有所得 大家笑一笑也過了 我都希望大家在歡笑聲中 真的有學到什麼 好 那個的有一些什麼 可能是你的壓力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TA在做筆記 他可能覺得哪句話很好 欸搞不好 我在講他本來在研究 他就讓人散散的 跟他一樣 我整天聽笑笑的 有人就會寫 我也是喜歡寫的 我常說 讓我們協助的人 他學習的方法的多樣化 是你要注意的 有的學生來找你 大一大二低年級的 你跟他講 也許一遍兩遍他就聽懂 也許他理解力 也許他聽力都有關係 我最近被一個女士做臉 那女士無意中把我做到耳朵 她卻講到 老師你有多久沒有挖耳屎 我說我小時候是我媽媽挖的 長大以後就沒有人挖 我說老師你沒窮的 我說難怪我的聽力退了 原來都被耳屎 可是又聽到醫學報導說 人的各種什麼器官神經 最不容易衰退的就是聽覺 所以真的到了聽覺 那個東海大學有一個教授 就是因為年紀到那個什麼 耳龜啊 中耳啊 你們聽過耳龜嗎 有沒有 什麼什麼停啊 反正那個教授在東海大學 他那個衰退了 那個最難衰的他衰退 所以我們好幸運喔 我們在走這個地 你看是平的 好拉平的 不知道這個也要關公念論 可以這樣走 因為那個教授中耳失痕 所以他每次舉步維艱 他看地面一看就是三層 他不知道要踩哪一層 我覺得你見到阿飄有什麼三層 明明就一層 他說他舉步維艱 他那個腳舉起來 不知道該踩哪一層 在東海大學 因為東海大學那個校園 有沒有也不是我們成大好大 他經常摔跤走路都摔跤 連在走廊連出樓梯就摔跤 因為他不知道踩哪裡 就摔跤了 所以他後來把所有的東西都整理好 這個我已經發表正在投期刊 這已經修正過的 這怎麼樣的 這是我跟徒說 全部趁著五月的梅雨天 他人不見了 東西都擺得好好的整理 他的太太也是從事教育界的 我的弟弟當初在讀東海大學 正好是這個老師教的那個學 他們全部失聲發動 趁著梅雨天 周末去找他 喊到哪裡 這樣一路叫什麼地方 最後有個人說 他說要不要去大甲鐵站山看一看 我弟弟描述那個坡度是這樣 啊圓圓有一棵樹 樹上面就有一個人 啊那個樹不高 可是就有個人情掉在那邊 靠近一看多用力啊 死意堅強啊 他說這邊那個經 我弟弟描述過 他只要這樣不想死 一蹬就下來了 那個教授就這樣用力撐 他的太太老早就把轎子吃掉 專心照顧他 一直去殺戮 有個光田醫院有沒有 去那邊他說這個很難修復 那怎麼樣 只能讓他延緩惡化 他居然就這樣 就告辭了 就走了 就拜拜了 結果他們的研究生們 那些提案多了一個工作 他們是輪流守候師母 因為師母在一個禮拜內自殺兩次 企圖就想了解 他都把自己的東西都整理好 就在大甲鐵站山上面 結果人家還知道他讀了科系說 啊不乖啦 這種道書就是以前的戲 就發現是很過分 因為我弟弟念哲學系 那個老師是哲學系的教授 哲學系聽過嗎 那叫做 他有哪兒出來要找一條路 不知道找什麼樣的 吃白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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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對哲學系有這種誤解 所以也很無奈 所以我就覺得說每個人有一種 所以多少要有一些壓力 我覺得那個學習的上面才更有所得 如果你完全沒有壓力 那麻煩你去住在山上虛無飄渺 我常說的 才去東里下優然見南山 你去找陶淵明吧 結如在人靜而無車馬軒 山中無歲月 我是偶爾讓自己去那邊一下 真的每次去到那邊我都不想出來 我的朋友住在賈賢半山腰兩百多公尺高 把一個山頭產田要做民宿的 後來因為土地變更明目沒過 所以他們那個隨足保持好好 好多人去那邊露營 看那個什麼流星雨都沒有光開的 我這個禮拜六三月九號 欸明天是不是三月九號 我有一個機會要去六歸去老農 我還約我先生說我們一起去 去那邊散散心 生活要平衡我強調 可是不是全然的just happy 可能還要有一些 那個人家把壓力當做調味料也是有原因的 要有一點壓力才會有所得 才會有所學 但是如果壓力過大 因為那位教授倒不是深等的壓力 他是因為身體健康的關係 他怕連累別人 他太太都為他把教學吃掉 專心照顧他 他最後還是了結 他們的研究神那些體驗們 多了個工作保護師母的 所以這個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還有嗎 那時間正好也到了 隨便講講就五六分鐘 你們問一個題目我可以回答一小時 你信不信 我們都來講 老師有個能力 自己覺得是紀念法則沒有說多炫耀 我很會連結 可是連結完還要回到主題 我們所上有個教授叫做離題大王 是他自己說的也不是我說的 他每次講講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他說我剛剛講到哪裡 我比較會 我這個是經過訓練的 我能夠舉例還要能夠回來 所以我一直覺得我的連結力很強 我都要求我的學生兩個C要做好 第一個叫做Consciousness 弗洛伊德說的意識狀態 像你坐在這邊 從八點四十做到十點十分 如果你中間有一段都混混欲碎了 我在演講你也睡得著 算你功夫厲害好不好 我講到這麼大聲你還睡得著 我甘百卡轟了 可是如果覺得已經快要進入無意識狀態 沒有我們都勸這種人趕快起來 去外面洗把臉走一下上個化妝室 又是Consciousness的狀態下 要在意識狀態下學的東西才有意義 第二個就是我自己還滿自豪的 那個Connection Connected 學的東西要為連結 不要讓他各自的學問獨立 要能夠連結運用到生活 或是以前有什麼經驗拿過來做連結 一驗證才知道我們學的東西叫做有用之學 所以我們這樣子用這種心去教我們的學生 教來請意我們的讓他才能說 為什麼這個你一定要懂 這個連結性有多少 可以連結到什麼 可以運用到什麼 好 所以就到這邊 不耽誤你們休息的時間 謝謝大家的聆聽 祝你們DA生涯成功 謝謝